谈谈泰古A,我想不少朋友有兴趣 因为国泰的上升是预期之内的 对未来通关的冲击 但是泰古A公布业绩 突然告诉大家有一个回购 刺激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而且看到公布业绩之后 除了市场买之外 其实大行也买买的 例如高盛和花旗 都将目标价调高到79 和79.5 都是80元 现在是50多元 那你觉得又是否一个值得吸纳的股份 问题是为何涨了两天才突然觉得会开始去买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买回购 买大行说的东西 你两天前度去买 我觉得现在升上来的时候不是不行的 是 你说要看到60元这些位置 是合理的 你始终说公司的股价对NAV自然的幅度这么大 你又回购完股份又货完贵边 有机会真的看到60元这些位置不出奇 但问题是说股价短时间内涨了这么多 万一真的是说短线做回调整才再上去 那也不值 所以我觉得就太贵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业绩出来之后 见它会购薄了 可以拿着的 目标看到可能说55至60元这些位置 但如果这个水平去追 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定置涉位 这个水平可能设计在49元这些水平 但可能下到49元这些位置 才是一些比较漂亮的买入时机 开始调整 才选择去追 所以我就不太主张出现两支大人烛 第三天没有大人烛出来的时候 开始散水的时候你才选择去买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是太高兴的话 这些位置就不太适合硬去追 相反你如果有机会回到50元以下 你又有兴趣的话才去买 但记住说这些股份 我觉得现在市况处于炒股不炒 才是找这些股份来炒 你反应快的 OK 去追没问题 但如果你顺利下来都是这样 升完之后才去追 通常最后就是你幻想 就是自己低买高股 多数最后都变成高买低股 那就无谓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太高兴的话 等50元以下买到才算 就是买不到就由他去买第二个 是